小帅刚想打开冰箱 一看 冰箱发霉了 又低头 木地板也没了 再抬头 天花板都没出了个大窟窿 走出门 好家伙 人都没了 小帅惊慌地逃到街道上 却被眼前的世界再次刷新了三观 整座城市扭曲变形 上下颠倒 到处都是大窟窿 混沌不堪 还没反应过来 就有一只满身霉菌的黑色怪物 向小帅冲了过来 本以为自己要被霉菌吞噬 就在这时 三个全副武装的人就吓了他 并把他一把推进了脚下的唐人街 他们在上下颠倒的城市迷宫中穿行 瞬间又来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 身后那个霉菌怪穷追不舍 众人无视地心引力的存在 纷纷跳上40米的高楼 即便他们宛如蜘蛛侠一样飞檐走壁 霉菌怪依然是阴魂不散 越追越近 危机时刻 队伍中有人主动现身 引爆了手中的强力炸弹 和怪物同归于尽 暂时安全后 名叫小美的女子向小帅解释道 这里不是现实世界 是昏迷者的意见 我们正身处缤纷错乱的梦境 梦中的记忆世界 小帅一脸蒙圈地跟着小美 走入破旧的巴士 从隐秘入口抵达了此行的终点 脏便女人见到众人后 立刻质问道 大壮 小飞人啊 被换作大壮的男人缓缓开口 对不起 小飞为了救我们牺牲了 直到小帅被安排到简陋的宿舍里 他才终于搞清楚了目前的处境 原来这里的所有人 都在现实生活中昏迷不醒 而他们的潜意识连接在了一起 所以构建出了光怪陆离的精神意见 第一个抵达此处的人名叫杨也 他搭建了这个梦境安置所 现在算是这里的领头人 大部分的昏迷者 都拥有特别的超能力 只要用外力冲击身体 就能逼出意想不到的潜能 倒霉的是 小帅被炮弹捶了上千次 也没有任何效果 大壮一脸嫌弃地表示 菜鸡 不过杨也没有放弃小帅 他意味深长地说道 现实不同步 在这里你们活上千年 总有一天你们发现自己的超能力 听到这话 小帅若有所思 申请加入能力者小队 大壮碍于杨也的面子 只好忍住不爽 接受了小帅这个废物 走在天马行空的梦境世界里 小帅再次看到了 曾经追杀他们的梅君怪 一番询问后 他长知识了 梅君怪原来叫清除者 是因为这里某个人 在现实世界挠死亡后 家属不同意把管 他们冰死的意识就会怨念丛生 化为无法超度的精神厉鬼 从而把其他人拉下水 不得不说战斗民族 还是有两把刷子 这部俄罗斯电影就像是 《盗梦空间》和《黑客帝国》的结合版 这个世界是一个由零碎记忆 拼凑出来的元宇宙 动物只有半截身体 楼房也旋利在半空 身处其中的人们 在现实世界里 都陷入了深度昏迷 而小帅是刚刚进入昏迷的一员 来到异界还有些蒙圈 今天他跟随能力者小队执行任务 半路遇到了NPC 胖哥一把将手榴弹 扔到了对面天空的街道 大壮冲上去就跟人肉搏 解除危机后 几人来到一处仓库 半空中竟然悬着一艘潜艇 里面的鱼雷够用小半年了 科学家爬上了潜艇 忙着电焊 切割鱼雷 突然间 远出传来了 霉菌怪低沉的嘶吼 大壮让留下的两人拖住铁链 防止鱼雷掉落爆炸 其他几人迅速撤离 这时 上面捆绑鱼雷的锁链不巧松动 就在鱼雷掉落的危机时刻 情急之下逼出了小帅的超能力 一条铁轨凭空出现 鱼雷划过铁轨稳稳落地 原来小帅的能力就是无中生有 当怪物赶到时 大家已经安全撤离 回到基地后 杨爷得知此事 表示小帅无中生有的能力非常牛掰 因为在一界中 大家都生活在霉菌怪的追杀之下 但如果小帅能凭想象构建一个安全岛 那么怪物也就无法再找到它们了 小帅瞬间被所有人寄予厚望 夜里 她独自在练习平地起高楼 可始终差了点什么 这时小美走了过来 有了美女的陪伴 小帅一个机灵 终于造出了模型 小美也彻底被她的能力征服 两人慢慢靠近了彼此 一旁观望的大壮 看见女神小美半天没有出来 恨得咬牙切齿 她彻底黑化 第二天 全体昏迷者 跟随着地图小哥从安置所出发 准备前往隐秘之处构建安全岛 一行人路程还没走到一半 就遭遇了霉菌怪的袭击 只见队友被怪物一个一个干掉 原来这一切 都是大壮极度小帅所为 得不到就毁掉 最后的幸存者开始疯狂逃命 小帅正是脚下一顿 眼前的世界开始裂变 因为现实世界中的她已经慢慢苏醒 仔细看 这栋大楼里有森林瀑布 有沙滩大海 竟然还有地铁站 这不是VR 这是梦境一解 小帅缓缓睁开双眼 发现自己回到了现实世界 这时她也逐渐想起了之前的记忆 原来小帅是一名 怀才不遇的建筑设计师 在异界里的技能是凭空造物 小帅的设计很超前 但是却没有人能欣赏 就连女友也不能理解她 而她的女友 其实就是异界里的小美 一直怀才不遇的小帅 这天遇到了伯乐 有人看上了她的作品 这个人就是在异界里的杨叶 她很欣赏小帅的才华 她带小帅来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在这里小帅看到了 一排昏睡过去的人 杨叶告诉小帅 自己研究大脑生理学 发现人在深度昏迷的状态下 会进入一个完整的世界 说着想让小帅也感受一下 小帅也不傻 直接电晕了上前抓她的人 一路逃了出去 在车上 小帅催促小美赶紧开车 奈何小美车技不佳 一不留神就被大卡车撞翻在地 杨叶白捡两个人头 将他们带回了实验室 她还故意让小美 比小帅早一个小时进入 所以小美就比小帅 提前几个月出现在了异界 于是就有了之前的故事 正当小帅回忆完 杨叶也醒了过来 她告诉小帅 异界里的每个人都是 现实生活中的失忆人 但在异界里 他们可以大放异彩 所以就有一些人 在知道了一切后 还是选择留在梦境一节 比如大壮 在异界里 他有着力大无穷的超能力 但在现实中 他却是一位被截肢的残疾人 脏便女在生活中是个疯子 身边没有亲人 胖哥在现实中 因为车祸失去了家人 成天酗酒 而地图小哥在现实中患有自闭症 无法走出家门 杨叶说 如果没有我 他们无法在现实中生活 是我就熟了他们 小帅听完后说 你疯了 你以为你是谁 怎么能掌控他人的生活 快点放我们离开 杨叶说 想走也行 只要你把安全岛造出来 我就放你们走 于是小帅又回到异界 从现实中 进修后的小帅大招续满 手一挥 一座门头就显现 他边走边比划着 不一会儿 一个充满未来感的城市 慢慢出现在众人面前 安全岛建完了 小帅对杨叶说 现在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这时杨叶出而反而 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说着 另一边在现实中 杨叶的助手们 将他们的呼吸机 都按下了暂停键 看着队友一个接一个的死去 小帅带着小美和地图小哥 前去异界中心的实验室 寻找出口 路上地图小哥也死了 只剩下小帅和小美 正当快要找到出口的时候 杨叶却追了上来 小帅不断放大招 但还是抵挡不住 他强大的力量 就在小帅快被杨叶掐死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怪物 刺死了杨叶 小帅定睛一看 这个霉菌怪原来是大壮 化身清除者的他 还残留了一丝人类的记忆 最终小帅和小美成功找到出口 回到了现实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异解》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